關心完美國職棒 接著來看到中華職棒的消息 今天中華職棒是兩地開打 台南球場的失源對決 都督潘威倫第三度要挑戰 平中值最多勝的記錄 結果潘威倫只投了3局 就狂失了6分 桃園最終是以7比4打敗了統一失 至於桃園的 距陳慶湖球場的向西大戰 兩隊是一路打到了延長賽的第11局 相對才以5比4 1分顯勝 對南米國的球迷來講 陳慶豐這個球 到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多督潘威倫想要追平中值最多的108勝 沒想到一局上半就遭遇亂流 陳慶豐深遠的二壘安打 讓潘威倫先掉1分 小飛機乘冠刃再補上一支 2分打點的安打 南米國Monkeys一局上半的猛攻 打下一個4分大局不滿足 二局還要再接再厲 這一棒 又是安打林志胜 可憐安打 大師兄林志胜 這支左外野的二壘安打 桃園再添2分取得6比0領先 潘威倫在投完3局後退場 只能等下禮拜再來挑戰記錄 桃園隊四局上再添1分 將比數擴大到7分領先 不過就在下個半局 沉睡已久的失望終於睡醒了 這一棒結果打到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這一球出去了 高國慶轟出一發3分砲 一棒就將比數拉近到4分差 比賽來到8局下半 失隊連續三支安打攻佔滿累 可惜只有陳庸基打出一支高飛犧牲打得到1分 九下河本羅伯特成功關門 幫助桃園以7比4打敗同一 敲出四局安打的魚隊龍拿下單場MVP 至於陳庆湖球場的兄弟一大之戰 兩隊前救局打完3比3平手 一路加班到延長11局上 相對連續三支安打攻佔滿累 這時傅志仁要來大舉進攻啊 結果這個球投手沒有接到穿過去形成了安打 減富士這支安打一棒打回2分 終於打破平手僵局 不過11局下半Manny一上來 就轟了一發又高又遠的大號陽春炮 可惜無法延續攻勢 中場兄弟就以5比4險勝拿下2點勝 UDN TV綜合報導